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絲 哈哈哈哈 後面怎麼有一個 看起來超級危險的生物在走動啊 這東西是什麼?羊駝嗎? 為什麼羊駝感覺 會不會不會 它變大了欸 羊駝是會爆炸的東西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絲 今天來到一個 巨型TNT空島的世界生存 在這個世界有超級多的地形 然後那些地形都是裝載在 TNT的最上層的樣子喔 大家應該也可以看到 後面這邊有一些動物喔 像是這個是羊 沒錯吧 它也變大了欸 羊駝會爆炸 不管什麼生物都會爆炸就對了 不要靠近我喔 OK 那那邊的豬 等一下那個豬 那個豬 這個沒爆欸 這不是TNT嗎? 這個我也挖不掉欸 這什麼東西啊 然後這隻豬我好在意喔 它的豬鼻子是 火藥欸 哈哈哈哈哈哈 沒了 不見了 OK那大家應該能看到 畫面上有個地方 只有三個愛心喔 那三個愛心的意思就是 代表呢 我今天在這個世界 只能死三次喔 所有的生物應該基本上 都可以算是苦力怕吧 會靠近我然後突然爆炸 那邊還有TNT紐欸 然後我今天的目標就是要來 擊殺終界龍喔 不曉得在這個世界 擊殺終界龍是不是辦得到的 總之三條命內如果沒有成功擊殺 終界龍的話 我今天的目標挑戰就是失敗了 喔欸 OK然後就是 我剛才也有看到這裡有個箱子喔 這裡面有一些道具的樣子 欸按鈕 喔 什麼喔 這邊有一個奇怪的小生物啦 好像是一個寵物的感覺嗎 我可以把它帶到我的手上喔 手上 哈哈哈哈 怎麼飄在空中了 這個東西的用途 我不太清楚能幹嘛喔 總之這個箱子裡面有一些的食物跟 苦力怕生怪蛋怎麼有兩組啊 哈哈哈哈 這在幹嘛 這苦力怕長什麼樣子 我來看看喔 嘿 哇 哇 哇 這是TNT苦力怕 我剛才還懷疑了一下欸 那是什麼生物 哈哈哈哈 然後這次TNT的小怪物就直接被我炸開了 這到底能幹嘛 我可以餵牠吃食物的樣子 這樣子 然後跳了一下 再來咧 哈哈 哈哈哈哈 不太清楚他到底能幹嘛欸 呵呵 算了不理他了 總之我覺得該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來收集一些的石頭喔 嘿 喔喔死掉了 那東西感覺死掉應該也沒差啦 所以就不理他了 嘿咬 我還以為怎麼了 然後做個石斧出來 之後挖個木材走好了 欸然後那邊是不是有怪怪的東西 流浪商人不是TNT 但是他旁邊帶了兩隻是TNT怪物欸 哈哈哈哈 我能夠成功跟他交易要嗎 我來看一下喔 嘿 喔他賣了一些垃圾 不要理他了 哈哈哈超危險 然後再來我來試試看喔 嘿 哇哈 炸飛囉 再一次 啊竟然還沒死 OK 那再來我先做一把石鎬 然後把這個鐵給挖走喔 先來準備一個盾牌好了 總之收集了一些資源之後呢 我該去其他島看看呢 先去那一座島好了 各位我發現一件事情啊 這個世界的生物 不會叫欸 哈哈哈哈 每一隻都是苦力怕欸 哎呀好恐怖喔 如果有怪物偷偷走到我後面的話 我應該也沒辦法發現欸 好啦那盾牌也做出來了 我就先想辦法跌到隔壁那一座島吧 喔原來我的腳下這一座島 是一個紅色TNT喔 喔難怪那邊有放一些紅色TNT 只是那個TNT到底能幹嘛啊 我還是無法理解欸 等一下我手上有一些打火石 我來試試看好了 喔這個不能點欸 竟然是不能點的嗎 欸那那個動物可以點嗎 欸等一下這邊也有一隻 哈哈超危險嚇死我了 好像點他也沒有效果欸 欸而且這個動物是會掉肉的喔 雖然會爆炸 不過掉的還是肉就對了 OK那我到了這一座島喔 然後這邊有一些綠色TNT 跟這邊有一個地牢的感覺嗎 我好像可以下去跟他打是吧 喔爆炸了 我的鐵礦 鐵礦是不是爆炸了 啊哈哈哈 超級浪費欸 欸等一下 那隻骷髏掉什麼 這個是爆炸箭矢欸 這什麼東西 總之我先下來這裡面看一下喔 喔這邊有一些生怪磚先挖掉喔 然後還有這個是鐵嗎 對這個是鐵喔 所以這裡感覺就是一個礦坑喔 而且這邊有插了蠻多火把 所以怪物好像都生不出來欸 哈哈哈哈 什麼笨地牢啊 最後就是這條路喔 欸欸 等一下 這裡有一個奇怪的方塊喔 我先把它挖開 喔喔沒事嗎 喔沒有東西喔 嚇到我了 然後有一個箱子 我先確認一下周圍 喔不是陷阱出戶箱的感覺欸 哈哈哈 我是不是太多慮了啊 總之先把這個東西打開 喔喔裡面有一些箭矢跟這個是鐵劍喔 還有一個鐵護腿喔 苦力怕生怪彈有需要這麼多嗎 然後我現在好像可以來做一把武器了 我先來做個弓出來試試看喔 OK 欸是一個TNT的弓箭欸 哈哈哈 該不會爆炸吧 我來往那邊射一發試試 嘿 欸 嘿欸真的會爆欸 好像很厲害欸這把武器 然後這個鐵褲我也先穿上好了 再來有兩個鐵錠欸 我要不要來做個剪刀啊 我想要回去看一下 應該重生點那邊有 TNT養之類的生物吧 哇那個怎麼全身穿金裝喔 我先讓它爆炸好了 嘿 OK 有穿裝還是會爆炸 欸欸 這是一般的馬嗎 他怎麼變大了 哈哈 一點都不一般 哈哈 所有生物都會爆啊 喔然後我找到一隻羊了 我來對他撿羊毛看看喔 嘿 怎麼是一般的羊毛 而且他的馬還是爆了 哈哈哈 竟然是一般羊毛喔 好啦那看來也沒什麼特別的 先跑囉 那邊是不是有隻安德啊 哇塞 TNT安德欸 哎呀幹嘛我什麼都還沒做欸 我先進來好了 喔沒有嗎 喔喔喔 沒事他剛剛好像沒有追我 只是嘴巴張開而已喔 OK 那下一個我想去的島呢 我看一下喔 先去雪山那邊好了 那邊有一個雪山TNT喔 唉唷我已經快到了 這邊有一些冰塊欸 然後哇塞 上面怎麼有一些雪山的TNT啊 好帥喔 只不過那個不會爆炸真的蠻可惜的 然後那裡有一隻村民欸 那村民殭屍會爆炸嗎 總之我先採集一下這邊的鐵礦喔 然後看一下這座島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道具好了 欸欸欸欸欸欸 不要爆不要爆 等一下喔 喔喔這隻 欸 欸 你是這個世界唯一正常的嗎 殖民殭屍 哈哈哈 太好痛 好痛什麼東西 我為什麼一直被打 哈哈哈 哇真是太棒了 哇現在這個 我沒想到它這麼脆弱欸 我原本想說這個世界 就只剩下你跟我兩個綠色了 欸然後我也看到一個洞窟了 這邊有一個冰塊的洞喔 我先往這裡面下去看看好了 唉唷 這邊有好多的鐵礦喔 這樣等一下應該就能做個全套鐵礦了 喔唷幹嘛 嚇死我了 喔唷怎麼爆炸了 那個距離都會爆喔 我找到一個箱子了各位 這箱子應該有什麼好東西吧 我先看一下喔 嘿 哇 這什麼 鐵人踢鞋嗎 鎖鏈靴 那是鎖鏈靴 欸但是在這個世界的話 它應該有什麼特別的效果吧 我先穿上去再說喔 欸有欸 等一下各位 這個效果也太強了吧 我下面的愛心多了六顆欸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可以增加我的血量的感覺嗎 哇好猛喔 等一下有苦力怕 沒有事了 那我好像不需要自己做裝備欸 我先把所有的島都看過一遍再說 剛剛那隻馬的頭是不是一瞬間突然變大啊 唉唷 你怎麼突然就爆炸了 我什麼都還沒做呢 OK那再來去紫色TNT看看好了 只是方塊有點少喔 所以我先來砍個木材再說 OK那那邊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叢林喔 應該會有叢林神廟之類的喔 喔我看到了 這邊好像蠻深的欸 哇塞直接在中間欸 看來是沒有叢林神廟喔 只不過我目前沒有水桶的關係 所以我先來弄一下喔 剛剛一開始有拿到一塊冰塊 然後 怎麼沒有變成水 欸 喔有了出現了 OK 這樣就能安全下去了啦 嘿 那下來之後 好像這周遭就除了西瓜之外沒有其他東西了 所以我就直接拿個東西 喔這次是一個TNT的護腿欸 我先穿上去試試好了 喔 沒有任何差距喔 只不過我離人類越來越遙遠了 哈哈哈 開始變紅了 在這個世界生存會慢慢被汙染就對了 然後還有一個鐵斧欸 其他就是什麼苦力怕之類的東西喔 哈哈哈 這應該是不需要了 好啦那最後 離開這隻我島之前 我先爆破一下好了 因為我蠻需要方塊的 所以放苦力怕出來 像這樣子幫我炸一下 應該就可以收集到蠻多的方塊的 這個苦力怕的唯一用途 大概就是這個吧 哈哈哈 收集泥土還蠻方便的喔 我先設立一下第一個目標好了 我要想辦法 先把全套的TNT裝備都給收集起喔 所以說再來我就直接去那個 喔 什麼東西 我剛剛好像聽到一個奇怪的叫聲欸 嚇死我了 我先去那個 金色的TNT那邊好了 那邊有一座金字塔喔 超級危險欸 OK 那我進來到這個 金色TNT島嶼上了 我先進去看一下喔 看來應該是沒有怪物在吧 那我就直接往下看一下吧 喔 中間這個是青金石欸 然後下面有一桶水桶喔 應該沒有其他TNT怪物吧 如果爆炸的話就會全部都爆炸欸 哈哈哈 我先放個水下去 然後再來把這個東西給挖掉喔 OK 那這下面應該是有TNT的嗎 欸沒有欸 這下面竟然沒有TNT 哈哈哈 這還叫金字塔嗎 啊再來我先看一下這邊的箱子裡喔 喔 TNT之劍 這什麼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馬卡欸 等一下 這世界的馬根本不能騎吧 哈哈哈 騎上去我的胯下就會爆炸啊 然後 還有一顆金蘋果喔 好的那我先去找個怪物 試試看這把TNT劍能幹嘛好了 這邊有一隻羊我先砍它看看喔 喔 欸 是一瞬間就爆炸嗎 還是這是它自己爆炸的啊 再一次喔 嘿 喔它會直接爆炸 而且那個爆炸的時候 還不會讓我自己被炸到喔 可以瞬間引爆怪物的感覺啦 哇 這樣就不會死了是吧 哇 看來這個世界最重要的武器就是這一把啊 我就看到所有的怪物都把它炸掉就好了 哇我突然覺得我在這個世界不可能死啦 好的那我收集了大概兩組半的泥土喔 再來我們就去那個海洋TNT看看吧 藍色的應該是海洋啊 來喔那我再用這個方法疊喔 這個就是GM版的特殊疊法 喔好恐怖喔 感覺我會掉下去欸 不會不會 點得夠快應該就還好了 會會會會會會會 哇 等一下 哇 這個就是多年以來的實況主 喔 這座島是一個 沉船欸 裡面是中空的感覺嗎 哇還有一些 螢光墨魚欸 只是這我下去的話會淹死吧 我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在水裡呼吸嗎 好像也沒有欸 總之那裡有個箱子我來試一件事好了 先下去之後呢 把自己疊起來 然後這個上面也疊起來 再來用水桶撈一下 再撈一下 欸 怎麼撈不掉 啊等一下 要出事了 要出事了 為什麼這個水沒撈掉 不是剛剛那樣子可以讓我呼吸嗎 哈哈哈哈 哇要受傷了 欸可是我的血現在才剛開始扣到我的真正的心那邊去欸 我從川看看好了 這樣我的那個六格愛心還會還回來嗎 喔有欸回來了 哈哈哈哈 從川就可以喔 總之我先看一下這個沉船的箱子有什麼好了 裡面有經驗品跟熱帶魚釣 全部都是垃圾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什麼啊 到底船怎麼開到這個TNT小島裡面沉啊 裡面的話沒有任何東西 各位 這座海洋小島就是一個沒用的地方喔 再來先去那個好了 橘色TNT那裡喔 那邊我應該都去過了 對剩下三座島 欸其實還蠻快的欸這個世界 只是我的房具還有兩件沒看到欸 應該能夠全部都獲得吧 OK 哇塞 這個東西怎麼這麼多怪物啊 哈哈 我先後退一點好了 而且我剛剛是不是看到骷髏射一下就爆炸了 而且怪物也會爆啊 嘿 欸 怎麼沒有爆 喔有了爆炸了 嘿咻 哈哈哈 也太多隻了吧 我直接疊過去好了 喔喔 借我過 喔喔喔喔喔喔喔 先讓他把這隻怪物給射爆好了 射他 OK 哈哈 骷髏其實還蠻方便的吧 然後讓他爆炸喔 再來看一下這個洞窟裡面 這個是一個廢氣礦坑喔 喔果然有箱子 欸怎麼上面也可以看到啊 嘿 喔兩組多的箭矢欸 我等一下可以拿弓箭來打中介龍了 還有一個龜殼帽欸 我記得龜殼帽戴著的話就有水下呼吸效果了 所以我再回來看一下海洋島嶼裡面有沒有東西好了 等一下我發現 喔喔喔喔 差點摔死欸 哈哈哈哈 超危險 我發現水下呼吸還是會扣血的感覺 啊等一下 我在幹嘛 哈哈哈哈 我的弓箭爆炸了 啊哈哈 算了 啊少了一條命 欸沒想到我竟然是這樣死掉 龜殼的水下呼吸不是永久的喔 它只有暫時的效果而已 好的那再來我想要去看一下那一座 終界島喔 地獄島就流到最後 所以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怎麼解決這些怪喔 嘿 嘿 喔為什麼剛剛那隻小僵是長大 哇哈哈哈哈 小僵是什麼會一瞬間長大啊 這樣合理嗎 哈哈哈 超恐怖的嚇死我了 OK那各位覺得我可以從這個地方一路疊到對面的終界島上面嗎 我覺得可以 衝啊 喔好恐怖喔 哈哈哈哈 哇 哇 可以可以可以 哇沒問題沒問題 剩下最後三塊 等一下喔 我發現方塊不太夠喔 差一塊 哈哈哈 直接減速了 然後這一座終界島 怎麼一顆都沒有啊 我還需要12顆的終界之眼欸 那這個地方不曉得有沒有欸 我看到這裡剛好有一個箱子了 希望裡面有啊 嘿 喔呦 7顆終界珍珠就這樣 7顆好像不太夠欸 好吧那最後就只剩下那一個 黑色的TNT地獄島可以看呢 嘿嘿嘿 哈哈哈 哇好爽喔 把所有的苦力怕都像大便一樣丟到虛空 哇 OK 喔吼吼吼吼吼 好OK 那我終於到了 然後 哇塞 這個島全部都是黑曜石製的欸 然後這一座地獄門裡面 一定有什麼好的東西 所以說我就直接進去看看喔 歐修 什麼都看不到 怎麼爆炸了 這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哇 我的門直接被炸壞耶 欸欸欸這個會燒起來 有點痛 不是啦 這樣子我根本一輩子 沒辦法拿到烈焰桿啊 喔這邊有個箱子先看一下 地獄之星 然後還有那個 TNT頭盔 那我的TNT上衣到底在哪裡啊 是玉水稿喔 这么猛喔 TNT 那里也有耶 不只有主世界连地狱也有 然后那边是一个扭曲叢林 那应该会有安德之类的生物吧 所以我直接先过去那边看看吧 找到了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地狱爆炸幽灵吗 好大一颗喔 我想要去看一下它长什么样 然后这猪人看到我直接过来 你先报 你先请 然后这里还有好多只喔 先让它爆炸好了 这个东西好像不能挖耶 这是一个安德的生怪砖啦 我先把它留着喔 然后来看一下这里面有 11颗中介珍珠了 只要再打一颗就是够了耶 那我要怎么把安德打死啊 这个是我最大的问题啊 安德看到我就爆了 然后这个地狱幽灵真的 跟一个会飞的空岛一样耶 好大一颗喔 我把它射爆会怎么样啊 它有脸耶 喂 死掉了 OK 我先下去下面看一下吧 嘿 嘿 嘿 喔啊爆开了 哇下面怎么是虚空 哈哈哈哈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这个不对 喔喔喔 快要没路可以站了 打一下 好像打不到耶 嘿 啊啊 怎么好像没伤害啊 我只能用爆炸的伤害 去把安德给炸死的感觉吗 嘿 OK OK 有有我感觉到了 我只要用我的爆炸弓射一下 那只安德好像就会被炸死喔 来吧 就是那只了 撂出你的中介珍珠 我看到了那边有一颗 有了 拿到了 然后我赶快跑喔 后面全部都是那个会自爆的东西 OK 那最后剩下的怪物就是 地獄堡垒的烈焰神吧 我要去哪里找他的生怪砖 是那个吗 诶没有错 就是这个东西 我直接这样射爆他喔 嘿 我的 我的生怪砖直接炸坏了耶 这个没问题吗 我如果用弓箭打到他们的话 不会掉任何的道具喔 看来我只能想办法把他们带出来之后 再炸死了吗 有诶慢慢收集到了 现在有三根了 最后一只直接射这里 有啦 哇 生怪砖也爆了 然后烈焰杆也掉了 现在有六根了 所以我可以直接来做个 12个中介之眼 可是我的上衣到底在哪里啊 是不是在中介啊 先把这个全部打开再说 嘿嘿嘿嘿嘿嘿嘿 最后一颗 走咯 直接进去 诶为什么还被阻止了 哈哈哈 OK没事喔 有事 这个会不会爆炸 诶他们会主动追我诶 诶呦呦呦 先下手围墙 嘿嘿 只要我让他们爆炸 我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然后我看到中介龙了 中介龙会是什么颜色啊 他们不会爆炸啊 哈哈哈哈 中介龙会爆炸的话 我要玩什么 哦 中介龙是中介龙的颜色诶 我用这个射应该伤害蛮高的吧 嗯 哦有诶 伤害直接扣了他蛮多血的 诶 这是我的上衣真的没看到诶 不行了 我直接炸他哦 炸这里应该也可以炸到他哦 有诶 只是伤害有点低哦 我直接拿我的TNT剑砍他好了 哦 TNT剑会爆炸诶 哈哈哈 超猛的 哇 哦 他跑走了 再来我先顺便把这个上面的 中介水晶都给射一射 因为爆炸的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我只要 描得差不多位置 就可以全部都炸掉了吧 哦 中介龙又要下来了 然后安德只要过来就让他爆哦 哦 哦 诶 诶这把武器不会坏诶 哦 超级爽的啦这个声音 OK 然后中介龙又跑走了 嘿咻 这个也打掉 然后再来就直接打中介龙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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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超级强诶 这中介龙完全拿我没办法诶 只要是不会爆炸的东西 我都是能杀的好不好 OK 那差不多了 再来就是最后一刀了 啊还没 可不被他跑走了 那我就直接用D&T弓箭来给他最后一集 最后一集 最后一集 啊怎么都没冲 嘿 OK 换中介龙爆炸了哦 哈哈哈哈 这个算是爆炸吗 嗯 怎么 有点空虚啊 诶 有点空虚耶 没有 对 有点空虚耶 这些言人 维兴 没有 有点空虚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